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守在那边 入宿已经第十天了 我们以为何寿春如果他还有一点点人性 一点点的良心 他至少会在他家门前的那个礼堂出现 在我们面前 结果呢 即使在台湾 永风雨集团 还有执政者 国民党跟马英九 都不愿意面对的这样的状况底下 在国内 我们韩国国内 我们的立法委员还有市民朋友已经发起联署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可以传达到台湾的社会来 那我们会将我们在国内得到的联署支持 不管是立法委员或者是一般的市民朋友 他们的联署 他们的支持的力量 我们等一下会带进总统府做一个传达 我们这一群远从韩国来到台湾 成情抗议的朋友 已经来了第三次了 已经来了第三次了 他们是台湾企业永风雨总集团 在韩国设立的HIDIS公司 HIDIS公司从3月开始 就进行了一个恶性的官场结果 将他们在韩国的劳工 透过强制的方式逼迫他们要离职 直到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劳工 正在进行官场的抗议 然而他们屡次 今天已经第三次来到台湾 要求他们的集团的总部 永风雨 也就是何寿敦总裁的永风雨 要跟他们见面对话 迟迟没有办法达到诉求 迟迟没有任何机会 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 跨国的资本的投资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们不能够容许 只是因为这种所谓的跨国事件 他们就变成人球一样 他们在韩国要抗议 资方告诉他们 集团总部在台湾 他们没有办法做决策 来到台湾抗议 台湾说你们不是台湾人 请你们回韩国 透过法律自己想办法 我们不能够容忍这样的情况 一而再再而再地发生 我们已经有为工人同志 培宅酒 在资方的施压之下 在资方的诉讼威胁之下 已经不幸自杀身亡了 我们不希望再有下一个悲剧发生 那当时勇工与集团的这些 来跟我们工会谈 说要并购我们的时候 劳资之间 他在这劳资协商的过程里头 他曾经开胸脯对我们保证 我们跟中国的企业不一样 我们是个有道德的企业 我们第一次跟第二次远尊团 用尽了最大的力气 结果资方跟政府都没有人出面状况底下 我们回到韩国继续收到资方的威胁 在5月1号还有接下来5月4号整个过程里头 我们的企业 为了我们剩下的同伴 要争取最后一丝的希望 他后来为了争取的过 抗争的过程里头 他突然消失了 后来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已经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亥迪斯的工人被逼上绝入之后 台湾的资本家 还是亥迪斯的社长 没有一个人出来面对 面对一个死去的灵魂 这个是一个做人的道理吗 永丰于集团 还是不愿意出来面对我们 我们这一次的三次的远征团 我们已经做好 不会离开 甚至是牺牲生命的决定了 我们可以帮你带准备 他说他自己要拿进去给你收 我跟他同学的远征团 还有亲自跟接见成情的人 说明他的状况 从贸易的政策 解决 选择 远党者绪住人 远党者绪住人 远党者继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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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換荷秀川 我們今天台灣人 韓國人 我們今天一樣是勞工 是台灣的資本家到韓國去 拉了一拋死 他不願意去面對韓國人的處境 我們今天要求台灣政府 面對這件事情 那台灣警察怎麼做的 警察把他們鈴鐺撤掉 還代表我們兩名台灣的朋友 把一名台灣的 一名韓國朋友和他們受傷 勞動者所面對的這個問題 是國家必須要面對來處理的 台灣政府是海底市的勞動者 我們強烈要求永鳳雲跟台灣照顧出來面對 跟我們海底市的勞工一起對話一起協商 我們前面還做這個非理性的訴求 已經為了一位有新聞 警察大人 政府幫忙 撐住嗎 把他們抓到 輸殺了 把警察肯除了 站起來站樓啦 還要輸出 哈哈 輸出 警察呐 輸出 警察 stitched過來 警察是不是 警察大人 你還打開玩笑是不是 警察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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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打開玩笑是不是 警察大人 你敢吃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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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刺激 你敢吃刺激 不需要女警 來上去不要被虎住 安靜心生 好隨便 上去重一點 對台團的時候 你去對台團 所以你們只會幫台團 我們是台灣